欢迎回来TBS新闻大白话 我们观察蔡英文总统出访 过境美国 当然现在他行程已经抵达了宏都 对不起 瓜地马拉宏都拉斯 已经去不了了 这次外媒在比较双英 在出访的过程中的各种 包括规格 还有对外的谈话里头 被形容是 恍如身处平行时空 怎么说 这个是来自于新岛日报 引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他说这一次 当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 是最引人祖母的一次理论上 因为两岸兵凶战危 那么中美对抗又到这么高的 白瑞化的状况 但是台湾领导人到了美国之后 几乎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是怎样消失隐形了吗 而且新闻热度不如一吃废废 这实在太尴尬了 怎么回事 尤其是像比方说 跟一些桥宴晚会上 跟大家碰面的场合 异常的低调 3月29号晚间有一个欢迎会场 蔡英文总统为了要避开媒体 当然还有抗议者 所以是为了避开抗议者吗 还是避开媒体吗 特别从侧门进入了会场 所以到了3月30号的 哈德讯研究所颁发 全球领导力奖这个晚宴 邀请函上面甚至只提及 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来宾 连他是谁 头衔是什么 都不对外说明 甚至标注里都没有他的详细的头衔跟名字 所以强调说是一个非公开的活动 有这么尴尬 这个层级也低到让人家不可思议 都要去颁奖 不是要给你奖项 要表扬你 表扬的人却是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吗 而且有一件事情是他所到过庆到纽约 这些本来要见的人 其实都没有 不如预期 包括像当然民主党领袖 杰弗瑞斯 号称已经见到面了 但是到底有没有见到面 还有相关的人 本来预期说在这里见面的传闻里头 通通都没有出现 好吧 那大家去求证说 是不是因为私下见面不方便公开 结果去求证这个相关办公室人员 仍然不愿证实会面 那么一般因为白宫不愿意证实是很正常的 但是在这些民意代表 议员的身份上面 一般都会比较大开大合 尤其是在抗中的氛围里头 应该会直接来承认的 结果这次却完全不予置评 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呢 那么是不是跟 当然是郭正亮亮哥的分析 是不是跟这件事情有关 王毅跟苏利文两个人 在3月24号传出来通话 通话的内容达成了什么协议 以至于让这三四天里的一些状况 跟行程安排 有所改变吗 那包括相关的分析里面就是说 蔡待个两天 预期会有些人要见面 外交单位还狂打电话 给纽约州长霍楚 还有纽约市长亚当斯 可是这两位都没有来 可能预期本来在纽约要见到他们吗 但是最后完全消失了 所以以至于新闻版面上 也不会出现纽约市长 或者是亚当斯等等这些画面 民主党做了某些指示吗 到底是为什么 那么尤其当然现在已经到了友邦去出访了 现在有个关键的重点是回程到了LA 这里是最被关注 会不会真的见到麦卡锡的行程 现在只是先Bloomberg传出来说 雷根图书馆本来安排了一场演讲 现在要被取消吗 这是外媒的报道 那么这一次 这个总统府的副民主党张敦涵一颗跳出来否认 他说媒体报道的这个说法是 皆属意测 不是真的赶快立刻来反驳了 但是学者廖达奇也说 美国要如果取消蔡英文的简报 这个是一个官方的简报 当时被跟媒体取消了 还有蓬佩奥并没有出现在相关纽约的会场里头的时候 都是一个讯号 未来跟麦卡锡会谈会不会还有变数 就算有没有见到面 有可能是折中方案 视讯吗 还是根本见不到吗 但是我们看到麦卡锡的一些行为里面 却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被大家给观察 放大来看了 因为他推了一张中国地图的 这个推特的发文 宣传共和党降低能源成本法案的文章 当然还是要抗中 所以他对于中国可能在能源上的影响 是用这个攻击的言语来做批评 但是这个地图里 却把台湾也涵盖在内了 可以看到台湾就在这里 是因为在美国只能找到 把这个台湾包含在内的 还是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是一个疏忽 有没有刻意而为当然不知道 但是相关的台湾的议题主权 有没有被受到尊重这件事情 一直最近特别在国际上发酵 例如外媒问了联合国的官员 为什么台湾人不能进入联合国大楼呢 当然就让这个官员生气 立刻把这个记者会喊咖了 或者是说因为美国主导 俄罗斯被踢出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那么到底谁主导了联合国 谁让台湾进不了联合国的大楼 到底是美国还是中国 那么谁控制了联合国 这一趟总之蔡英文总统出访的期间 要展现的是国家元首 无论如何 他是代表中华民国的总统出访的 那么大家就会希望 他也受到相同的尊重 尤其他不是说台湾跟美国 是现在史上最密切 最友好的时间点吗 杨明 其实这一次蔡总统 在过境美国期间的这些行程 总统府并没有做任何的 所谓的公开的预告也好 或者是什么行程的发布 事前是没有的 可是过去在这些讯息曝光是怎么样 大部分都是外国媒体 有英国的金融时报等等的 然后像是彭博社 说谁会去谁不会去 大部分都是外媒在报道 而金融最早报道 蔡总统要去过境洛杉矶的时候 会到雷根的图书馆演讲 是金融时报报道的 在那篇报道里面 雷根图书馆 雷根基金会 其实证实有邀请蔡总统 现在如果有另外一家外媒说 这个行程取消 当时他们证实我们有邀你 突然又取消 那就是外力介入 对不对 因为这不是一个没有被 未经证实的 这是已经被证实说确实有邀请 而且更何况 蔡总统上一次过境的时候 就有去参观过雷根图书馆了 表示彼此是有互动的 所以如果这个行程到时候在蔡总统 回城过境洛杉矶的期间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去的话 没有办法去演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讲 我们是对我们国家来讲 其实是一个伤害 而且这如同马前总统在对岸 他们马办用的克水主辩 这四个字 其实在美国过境的期间 真的就叫克水主辩 我们没有主导权的 我才不相信是我们安排 不会的 走侧门 安排是在前段 后段只要在整个 如果有一个所谓的完美的计划 可是在最后执行层面 通常都会有很多的压力也好 很多的变化 我们这个外交团队通常都是要 随时应变 可是如果按照比如说 我们过去对错假消息的标准 如果是真的或是假的 我们的政府通常都是很严厉 你看好比说前两天 有人说什么 我们花钱去跟加纳求建交 结果有前客 国安局长说 这是中国的认知作战 这是假消息 如果这一次 不管有去雷根图书馆 还是没有去 或是见得到麦卡锡 或见不到麦卡锡 我们的政府都是模糊一对 模糊一对就不要 就不禁让人认为 这些讯息都有真实性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大声的说 没有 绝对我们一定会去 他讲不出来 他也没有说 没有我们就是没有去 也讲不出来 他只能说我们还在安排 安排好了我们就会跟大家讲 所以这样的模糊 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的外交处境很困难 但是我们的政府不是告诉我们 台美关系史上最好吗 不是说美国都是为了台湾 然后为了台湾好 什么都会要协助我们吗 所以这个就变成那个 你把期待拉得很高 最后到了 实际到了美国之后 却发现很多不如预期的 比如说蓬佩奥没有出现 比如说如果你这个民主党 执政党的议员的领袖 能够跟蔡总统会面是好事 为什么不公开 为什么不公开 那到底是民主党有顾虑 还是我们有顾虑 我相信我们的顾虑不多 我们一向很高调 想要拿来宣传的 对 我们一向很高调 但所以就是配合美国 那美国现在到底在想什么 美国如果是我们坚定不移 那个排美关系 坚落磐石的伙伴的话 为什么他们的执政党的议员 跟我们的总统会面 不可以证实呢 他还只是国会议员 他不是官员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最奇特的现象 那在这几个现象里面 我们看到的就是 这不是台美关系坚落磐石 这是我们台湾变成了 这个美国的棋子 小棋附 甚至变成这个 美中修补关系的工具 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最可悲的 当民进党政府不断的把 这个是去质疑 质疑美国说你们 你们以美论 可是民进党政府 因为质疑以美论 所以他们不能质疑美国 当美国对我们做的任何不公平或是 穿小鞋的行为的时候 不能质疑 只能吞下去 这是我觉得 我们现在外交处境最悲哀的地方 所以这趟中美双方两个前元首 跟现任元首的行为 其实考验两件事情 一件事中国大陆到底可以给 台湾多少空间 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 到底美国是不是真的是台湾坚定的盟友 这是在人屋檐下的不得不低头 人家强我们弱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是支持弱的 不应该再苛求弱的 可是你看看民进党 包括前面我们那边谈到这些测译 或者怎么样在这个酸马英九这个东西 用一个不合理的标准 如果这种情况是 你怎么样来看待蔡英文这个东西 照说我们都不应该在那边幸灾乐祸 可是你严格讲 我一个同学在纽约 他就跟我讲说 蔡英文这次去主流的媒体 特别是纸媒什么纽约时报 都没有什么报道 网路一些新闻就有间接去报道 这都非常非常的 他们国务卿 国务院里面那个亚太住卿 康达就讲说这次访问 纯粹是私人意思说不是公的 这是过境不是一种访问 一再的这个排除 一再的降温的低调 你不觉得很难堪吗 你刚刚讲说好 照说马英九去那边 不是说 这边不像讲说老公要病吞我们 是坏蛋 就坏蛋给了多少空间 美国你们参与文你们不讲说 从来有史以来 没有比现在更好的关系 台跟美之间 那照说应该把你抱得紧紧的 给你这个无限的温暖 那怎么会一直排除 排除低调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边 做扩大说好像幸灾乐祸 可这个都是一些不祥的征兆 用跳开一个角度看 我们要把中美台放在里面看 严格讲 美国当然现在是故意给台湾很多空间 要拉台台湾就是要刺激中国 要恶心中国 可是中国还是有实力 上面一个失联的压力 他就一直降温一直降温 这还是小事 我看到他们那个 他们那个抗博 他们是一个亚太事务协调官 这个位级很高 三十号讲说什么 我们拜登总统已经准备好 要跟习近平通话 可是对方就兴趣缺缺 我们美国已经一时希望能够 跟对方有个展开热线 可是对方就没有反应 然后说本来叫好护栏 可是老共还不在 就说你看看 包括他们的怎么财政部长叶伦 一直希望到中国大陆去拜访他 老共说no no no 就冷处理 你有没有看到他中国能够给美国 这不是美国尽量扒着中国 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就会好好面对现实 你们这些应该来讲说 怎么可以这样 我们不是最好的两个国家吗 你应该好好的接待我们的蔡总统 你们这绿的应该跳起来 大骂美国才对 就你把所有的精力都被批评 很久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你不觉得很荒诞吗 这是大家消耗的体力 而且他们不敢面对他们自己 在国际上被人家玩弄 关键刚才讲说有些行程公开 我真正关心的是什么 蔡英文去得了什么 全球领导立奖 你怎么吵架 台湾不是因为你蔡英文多厉害 你的领导多强 今天台湾会被世界瞩目 是因为我们这几年忽然间变成 过去巴尔干有世界火药库 我们台湾很可能就变成火药库 会爆 你这次去表面上是这样 这么多过境 我非常担心 他们私下有些什么 见不忍的秘密的见面 我什么样的秘密的交易 甚至交付蔡总统他们要执行 什么样一个对台湾不利的计划 亲自当面耳提面命面授 那个才是最可怕 所以表面上是什么 连跟图书馆演讲 那都是作秀 真正在乎的是私底下 怎么样在处理台湾的问题 美国人现在清楚很清楚 步步要把台湾往火坑推 我这个隐姓蔡英文你解除了吗 还是你去点燃了 这才是我最关心的 杨明讲到一个关键是 她说这会不会变成中美关系 要修补台湾变成一个牺牲品 那么这次从规格形成的 一些变化里头 可以看得出一些端倪 我觉得最近这个大概有台会 最强烈报导应该就是蔡英文 在过境纽约的那一段台桥 为他欢呼的那个画面 那画面应该就是近期之内 最高调的一个画面 你可以看到整个美国型 不管是总统府或是蔡英文 他们整个团队 其实整体来说大家都很低调 甚至是大家都希望说 保持一个适当的水温就可以了 不必太高调 但是如果说连BBC 他都用这个标题 为何美台都保持低调 连BBC的网站上都在探讨 为什么美台都保持低调这件事情 那你不得不说这趟旅程 真的是史上最低调的一件事情 在美中对抗跟角力的状况之下 像刚刚老师讲的一样 我们台湾作为中间的棋子 有时候常常被人家拿来刷一下积分 然后刷一下存在感 那台湾作为这样的角色的时候 你会不会不免的来想想看说 当美中万一他们讲好了些什么 没有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那如果我们单押在美国身上的时候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准备 所以其实给蔡英文总统的建议是说 能跨出去一步都是好的 但是如果在这个美中的角力对抗之下 政治人物象征性会面 当然如果能做到当然是最好 但是回头来看看 台湾应该怎么积极准备自己的主体性 跟积极准备自己该准备的事情 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象征性会面 当然我认为跨出一步 当然都是好的 那如果你说这些外传的行程 像总统府讲的一样说 媒体报道的这些行程都属于议测猜测等等的 其实自己当过媒体的都知道说 外传的这些行程无风不起浪 绝对是因为有一些什么 才会传出这些 不然美国这么大 怎么可能会点名到什么图书馆 要去做什么演讲 或是要拜会什么样的组织 所以我觉得这些行程 当然一开始 总统府都希望保持低调 但是身边的一些绿营的测意等等的 都希望高调高调 把这件事情吵得越好 越高越好 因为当初在还没出发之前 大家就希望说这一趟旅程 可以压过马英九的声量 殊不知结果出访了之后 马英九压过了 甚至是连一只沸沸都可以压过蔡英文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样 出访是归出访 但是回头来看 蔡英文总统回国之后 解决缺氮的问题 解决缺电的问题 怎么样让复国强民 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原本以为会敲锣打鼓 外宣可以转内宣的一趟 出访的行程 就有意外的 异常的低调之外 其实真的最考验的还是接下来回到回程 过境美国到LA的行程 是不是真如先前所 各种的依测跟报道 会不会如期的来进行行程 还是真的又有各种的变动 被矮化了呢 其实这也是台湾对于一个元首出访 不想要看到的画面 但是不是就要发生了呢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